那我們下一場的演講講開始 那講的是誰 那音量的部分是馬鈺 請讓我歡迎他 嗨 大家好 我是余艾 這樣音量可以嗎 可以 好 當然那個不用叫余艾 也可以叫我柯媽啦 但是柯媽只僅限於這個房間喔 出了那個門我就不承認了 好 我目前是在農業科技研究院工作 我從事水產技術開發 那剛才有聽到有人說家裡有田嘛 那在從事農業相關的 那這邊有人在做水產相關的嗎 應該沒有吧 都是工程師對不對 好 那相信你們今天會非常的有收穫 因為這個柯媽育兒經的講題由來 其實是因為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主要就是做牡蠣養殖 還有牡蠣的品系開發跟評估 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 牡蠣養殖的這些野外 實際操作的經驗 還有一些實驗的設計等等 那希望大家可以借這個機會搭起一座跨領域的橋樑 因為我們其實都各自有專長啦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科學門外漢的話 今天就可以學到一些科普知識啊 或者是實驗設計 那如果你是一個軟硬體工程師 或許你對於這個水產養殖 在一些儀器上的開發 軟硬體的開發 也可以針對像我這個在現場操作人員的困境 然後去做一些改善這樣子 那或者是你家裡有田的啊 想要在家裡種種東西 但是不知道到底自己種得好不好 一定就要設計一個生長實驗的比較嘛 總不能說他長得好不好都是平感覺 這個平感覺只能用來找女朋友啦 我們這個作物長得好不好 其實你真的是要用一個科學性的眼光去看待他 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長得比較好 所以說到這邊大家應該也發現了 我大概是今年這個2018年Cost Cup 唯一一個不會寫程式的人 但沒關係我自詩為一股清流啦 希望我是帶著這個來自民間屬於全民的使命感 來這邊跟大家交流 所以希望我們都可以有所收穫 好那首先呢我們談到的是台灣的牡蠣養殖 為什麼打一個很大的問號呢 其實我們都吃過牡蠣嘛 但你知道他是怎麼從海中來到你的餐桌上呢 其實台灣的牡蠣養殖有非常長的歷史 大概有300年喔 可以追溯到正成功時期 所以至今喔台灣的傳統牡蠣養殖產業 還是維持著一種非常古老的操作方式 我們需要一些科技的心血來加入 那這個牡蠣的養殖 對於養殖這兩個字的字面解釋 就是養育跟繁殖 我們拿養豬來做比喻好了 如果你家裡養豬 你可能就要買飼料餵他 或者是幫他洗澡 定期的打疫苗 欸有人點頭欸 家裡是不是養豬 不是 打疫苗 那甚至呢 到了他登大廊的時候 你還要技術性的幫他繁殖後代 才會有更多小豬嘛 那可是牡蠣呢 牡蠣的苗怎麼來的 不是靠我們人工繁殖的 牡蠣他吃什麼 也不是靠我們花錢買飼料餵他的 那到底牡蠣是什麼 外星生物嗎 欸我們就是要來介紹 他究竟從何而來又怎麼長大的 這個是牡蠣的生活史 他其實在海裡面有 本來就有很多的牡蠣嘛 不管是養殖的野生的 他到了一定的時間 像以台灣來說 他呢是在這個白鹿過後 也就是我們講的8月到3月這個期間 因為溫度的變化 或者是環境的一些嚴度改變 使了他排精排卵 那這個受精卵呢 他就會在大海裡面浮浮沉沉 就是我們講的浮游幼生 這浮游幼生大概經歷兩個禮拜之後 一直到我們看到右上方的這個 他開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岩點 開始出現了浮游 就是他想要附著想要沉降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找到一個硬的底質 然後附著在上面 那等到他要性成熟 能夠再一次的釋放出精卵 以台灣來說時間比較短 大概一年左右就可以這個有精卵的排放 好那台灣的這個蚵農很厲害哦 他們呢就利用廢棄的蚵殼把它打孔 然後再穿上這個塑膠繩 那一串一串的掛在海中 那這些大海就會直接把牡蠣苗帶來 牡蠣苗就直接附著在蚵殼上 所以不花半毛錢就獲得了牡蠣苗 好啦沒有不花半毛錢 他們還是會有這個搬運啊 請人力的問題 這都是需要花錢的 好那我們呢再來看還是 那牡蠣吃什麼 你不花錢買飼料餵他 可能也不能用飼料 因為他在海裡面生長 你投下去其實就是石沉大海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吃到 所以呢他其實吃的東西很簡單 他本身就存在在大海裡面 是一種我們講的微棗 他是一種單細胞棗類非常的細小 所以你看到現在有兩缸水 這兩缸水髒髒的不是因為不乾淨 是因為裡面有很多 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微棗在裡頭 所以這是我們叫做水色 水色好不好就是關係到你的 這些綠食性生物養不養得起來 因為裡面如果食物量充足 他就會看起來像混濁的情況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 他呢在經過一段時間 牡蠣不停的濾食 把裡面的微棗吃藥之後 有沒有發現明顯的右邊的那個水呢 顏色就會比左邊的還要來的淺 就代表他確實是把這些微棗吃進去 那我們常常看到新聞都會有 牡蠣的報導 那都是比較負面相關的 就是比如說環境污染啊 綠牡蠣啊等等 這也是因為他是綠食性 他有點來者不拒 大海裡面有什麼他就吃什麼 所以如果有這些重金屬 有這些污染物 他一樣都吃進去身體裡面 那如果所以如果我們其實不保護環境 最後他也是回到我們身體 好那所以我們說這個牡蠣呢 他是大海的禮物嘛 因為他的苗來自大海 他吃也是吃大海 我們都知道農夫都是看天吃飯 但是真的被老天爺撕死死的 我覺得真的也只有牡蠣養殖業而已 因為像苗的來源 食物的來源 這通通都不是靠我們人為可以去控制的因素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他呢是台灣這個漁業署發布的漁業年報 他就會統計每年我們各種的漁獲 包括像牡蠣今年生產了多少 在這個5年之間 從民國100年到105年這之間呢 總共已經短短的5年內產量下滑了35% 為什麼原因很多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颱風影響 因為環境污染等等等 就造成牡蠣鳥越來越沒有辦法附著在牡蠣上 那就算附著了他可能也長不大 死亡率很高 然後或是被寄生蟲吃光光 這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靠我們人類的方式去逆轉這個形態呢 那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工科串 我們呢用人為的方式 就是讓他產精產卵 那主要首先第一步驟一定就是從野外尋找他的種被 那這些種被呢都是已經成熟性成熟 你看到這些我們吃過牡蠣嘛 他不是最肥的就是那個白白的部分 其實那都是他的精子軟子喔 牡蠣是雌雄液體 所以都有分公目 那我們就是用手去 其實方法很多 這是其中一種 這種是需要把種被殺掉的 就是把它剖開 把他的精子軟子用強迫式的擠出來之後呢 再讓他在水裡面混合 他就會變受精亂 那另外一種比較不需要犧牲的 就你就把它拿出來 把它放乾 他乾掉之後他覺得很不舒服 生物都有這種特性 他在感覺到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是覺得他好像他又撐不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延續他的生命 就是產出後代 那他呢再被我們講的乾粗啦 就是拿出來放乾 乾粗之後他也會直接噴放精卵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達到人工受精的效果 再來呢就是我們要收苗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他經過了浮游時期兩個禮拜之後呢 他就會長出像那個左上方那一張圖 有一個小小的黑點在正中央 那就他的顏點 這個時候他差不多就會想要開始沉著 然後他就有一個主要濁將了 那我們一樣就是用這個採描器 顆殼去讓他長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繁殖的解剖 這個看到這邊有一小顆一小顆的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產出的小牡蠣 那小牡蠣當然會慢慢長大囉 那慢慢長大呢 我們其實就發現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有沒有發現這個畫面 這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有什麼跟你平常認知不太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有幾顆牡蠣長得特別黃 對不對 沒錯這個呢 我們叫做當地的我看有沒有色差 應該還好 當地的養顆農呢 發現他的時候稱他叫做黃金牡蠣 那他們就跟台積水市所開始合作 想要把他變成一個新的品系 所以這時候我就介入了 要去評估他 因為顆農告訴我 這個長很快 長得很漂亮又長很快 那時候在市場上他就會有一定的價值 跟推廣的這個理由 那所以呢 我們呢 總不能就是都憑感覺吧 柯農說他長很快就真的長很快嗎 我們這時候就要開始做實驗設計 那實驗設計我們很簡單 因為呢 我們兩種牡蠣 一種就是黃色殼的 一種就是我們叫白色殼的好了 所以這兩種到底誰長得快 我們就是用很基礎的比較實驗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比較實驗很簡單 就是用兩個不同型態的treatment 然後去比較之間的差異 所以看到有兩隻小豬 我們呢這兩隻小豬 一隻餵A4料 一隻餵B4料 那我們要看看吃了一個月之後 哪一隻小豬他的增重量會比較多 就他長得比較胖 那所以呢結果是看起來就是A4料 太好了 好看起來就是A4料的增重效果 比B要來得佳 那可是如果今天呢 結果是這樣子呢 A4料增重25% B4料吃了也是增加25% 這時候下的結論是A4料與B4料增重效果一樣好 大家覺得這個說法對嗎 其實這是一個bug喔 其實這個說法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一個baseline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好跟不好 他只能兩個互相比較 所以這時候你要說的應該是A4料跟B4料 對於增重效果沒有差異 並不能說他們兩個一樣都好 對啊說不定他不吃 他可以增重到50%欸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在我們在寫一些科學性的文章 或者在做結論闡述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有一個比較實驗 另外一種叫做對照實驗 這個又更簡單了 因為這就是我們從小在科學自然課本裡面學到的 會有一個叫做對照組 一個叫做實驗組 那大家很容易嘛 這兩隻小豬我們一樣都是餵A4料 只是呢我們在實驗組中 就是右邊這一隻豬 我們在裡面加入了什麼食慾促進劑 就是可以讓他吃更多 那我們實驗的結果發現欸真的喔 實驗組他每天的設食量變多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說沒錯 跟對照組比起來跟這個Base Line比起來 他有加他的食量就變更多了 哎呀小豬好多隻 好可是呢他變多有很多可能 可能真的是這個促進劑的關係 那有沒有可能你剛好挑到這一隻豬 他就是一個持火 他就特別會吃對不對 也是有這個可能啊 那你要怎麼樣去排除這樣子的可能性呢 就是你要增加你的樣本數 你要同時餵好多隻豬 然後他們每一隻豬的設食量再去做平均 這樣子你才可以達到一個最精準的數字 這個才是我們所追求的真理齁 那就其實就感覺有點像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賣飼料商人業務好了來你家 就說隔壁的那個王先生 他們家的豬吃我們家的飼料 其中有一隻一個月胖了30公斤 這句話的Bug在哪裡 對其中有一隻豬 那他不可能只養一隻吧 另外1600隻欸說不定吃了都死掉了 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只知道一隻胖了30公斤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把你的N值 就是樣本數增加 這樣你的實驗呢 才會排除很多的不確定性 好 那我們回到牡蠣來 到底誰長得比較快 這就是我們現在想要回答的問題 那比較兩種不同的殼色 殼色就是我們的treatment嘛 那他的差異呢 我們其實就要像剛才講的設計實驗 然後來做這個比較 那我一開始的設計呢是 我們反正會人工繁殖的技術嘛 我就繁殖一大批出來 然後我每個月就只要去那邊 黃的挑30顆、白的挑30顆 挑一年我碩士論文就可以順利畢業了 事情絕對不是像我想的這麼容易 為什麼第一個障礙在哪裡 第一個障礙就是我根本沒有繁殖出這麼多顆的牡蠣 我數學不好大家可以算一下 如果呢我一個月要30顆我要做一年的話 對了生長實驗基本上我們是會做一年 因為有四季變化 所以一年期其實才是一個好的生長實驗的設計喔 那我這樣30乘於12 那等於說我要有360顆牡蠣 對不對 黃金牡蠣 對吧 對 對 那可是因為真的就挑不出來這麼多啊 而且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30顆就帶回去實驗室 然後我就殺掉它 我除了可以量可長可重可寬 還可以同時量牡蠣的肉重 肉 反正就肉的裡面亂七八糟 一堆素質都可以量得到 可是不夠欸 你根本不能殺欸 你殺了你就後面都沒得做了 對不對 好我就比如說你要看我下個月會長胖多少 那你下個月就給我殺了 那你怎麼知道下下個月我還會再長多少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整個重新再來 重新設計我的實驗 那這個呢 就是我接下來的實驗設計 我能分兩組 一組呢叫做連續監測 什麼意思 我在池子裡面呢 白的跟黃的都各養60顆 每一顆都給它標號碼 1234567 就像每一隻都有它的名字一樣 我每次來就是1號長跟寬 就我就不用平均了 我真的是仔細的去追蹤 每一隻每個月長了多少 這種精確的數字 其實它其實就可以完全去 它就沒有誤差嘛 它就不會有統計上的誤差 不會有常態分佈的問題 也不會有統計的問題 因為我就是每一顆 我就都可以算得出來 那我量完之後 我呢就會再把它放回池子裡面 下個月繼續來用 這樣就沒有犧牲的問題 那量的數據有哪些呢? 其實這真的是 當初讓我覺得很難過的一點 我呢那時候就想說 好啊很簡單嘛 我們就量殼長殼寬 就最基本的啊殼長跟殼寬 可是我的老師就跟我講說 每一顆母粒都長得不一樣耶 甚至還要長橢圓形的耶 那殼長跟殼寬不就差異會很大 我說好嘛老師那要怎麼做? 他說要量殼面積 我說好 我就拍照用image這一枚 一支就給它算面積 每一次都算240顆 那算完了老師看了數據還是不滿意 他說面積那每一顆寬也不一樣耶 然後說好我用排水法測體積 所以如果我那時候其實腦袋就在想說 如果我有一個可以直接就是你知道 讓母粒這樣轉轉轉 然後他的那個3D模型就出來 算他整個喔我就覺得太好了 麻煩幫我發明一下 等一下我會留email再通知我 好那反正這就是我們要算的這些數值 那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他的生存率 因為如果他活得越好活得越多 代表他最後在銷售的數量上也會變多 那另外一組沒有辦法一定要犧牲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吃牡蠣不是吃殼是吃他的肉 所以呢我們還是一樣每個月會取大概10到15顆 帶回實驗室 但是10到15顆風險真的很高 因為N值太小 他不符合常態分布 如果你今天取到這15顆 剛好都是比較瘦的咧 你的成長就會有負成長耶 這個月長得比上個月還要來的 不是少而已是變更小顆 這就是在成長時間上面的一個 很不應該出現的問題 好那我們代回實驗室把他殺掉之後 量的就是他的肥滿度 就是他的含水量跟他的肉的比例 那再來還有他的性別 要看性別 然後來看看他那個白白很肥滿的地方 的這個GSI指數 就是我們講的性線肥滿指數 這些都是在我們市場上的一個評估的關鍵點 好那我實驗呢 有兩個池字都在台西水市所裡面 一個池我叫PY 一個池叫P2 那他們兩個大小上有一些差異 一個是8分一個是5分 所以那本來他是跟我講說 兩個都是影外面的水啦 但是這其實在後 然後兩個池都有各放白牡蠣跟黃牡蠣進去 那我要講的是 他跟我講說都是影外面的水 但是我當初就真的就傻傻的覺得 嗯沒錯 因為二重複的概念是 你的環境素質要一模一樣 你不能說這個池子很熱 那個池子水溫剛剛好 那你放同樣的東西下去 他一定長得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傻傻的就相信了 可是後來我們測的數據就發現 這兩個池子的水值參數差距蠻大的 意思就是可能其中一個池 他水在引進去的時候 他可能先去蝦子那邊 去完蝦子又去絲木魚那邊 絲木魚去完又去文革那邊 啊去完最後才到牡蠣 啊另外一個是直接從水溝就流到牡蠣去 所以你中間不知道他經過了什麼 然後變成最後真的兩個池子養出來的牡蠣 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那這就不符合二重複的原則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就把它看成是四個組別 好 那好像時間差不多了 趕快一點 好 那這個是我當初做的牡蠣在這邊 好 我就是把它分我需要的樣本數 然後分開之後呢 這就是我誤放的時候 就是把它放到池子裡面嘛 那就是把它排排排好 吊掛在水中 讓它確保有食物可以吃 那這個要告訴大家什麼呢 以後如果大家生小孩生女兒 叫他千萬不可以去養牡蠣 再漂亮的女生 滑足髮就變青蛙瘦 真的 五湯 好 可是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你真的可以了解到 水產養殖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科技介入好不好 幫助我們科農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好 那後面我其實只要告訴大家 黃金牡蠣有沒有長得比較快 沒有 它的平均平均的大小重量 都比一般牡蠣要來的差 那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不能夠下結論 但是可能是跟基因有關係 因為黃色的基因 我們可能會把它視為是 生長情形比較低落的基因 變成它長的就不會有一般的牡蠣要來的好 好 那生存率的話是沒有差異 那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說 政府其實也是有公開的資訊 它不只在水質監測 還有在環坪監督 還有在漁越統計年報 這些都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的一個東西 欸 信妍可以來幫我開一下那個 環坪監督的這個部分嗎 這個部分是我非常非常有意見的 大家知道環坪監督是什麼意思嗎 欸 下一個 這一個 好 喔 這個呢 很明顯的議題對不對 台西是台灣最大的牡蠣苗收苗區 但是它就在六七麥寮的旁邊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六七麥寮啦 它有一個監督資料 好 這可以開嗎 就開107年就好了 我只要給大家看一句話 我們就可以下課 欸 這1000多頁啊 可能要等一下 好啦 等一下就是 其實台灣的環坪做得非常差 而且常常都有官商勾結的問題 你光看這一個環境檢測的封面 你就可以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好 最後五秒 好 出來了 欸 往下 可以嗎 往下 好 就在那邊 執行監測單位 台塑企業 你們到底就要加仇不可外揚 他自己量自己的水 會跟你講說我水超毒喔 不可能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 在這個部分真的要加強 那我覺得這也是各位可以投入的地方 因為像信員這邊做的 就是在針對不同的地方做 比較地區性的這個監控嘛 那其實如果我們自己有這個能力 組織一個團體 那我們也有這樣子的儀器去做兩側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些資訊公開化 而不是都是從政府單位這樣發布出來 然後監測單位還是財團自己本身 這就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第三方的平行監控其實是需要的 他不受政府管 也不受財團影響的第三方監控 我覺得希望大家以後在未來 可以好好為台灣的環境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請問他有問題的嗎 請說 你剛剛有做那個實驗設計 那你說後來用體質 那有沒有考量過密度問題 等一下你是說養殖密度嗎 還是 殼的密度 其實殼的密度啊 它是一個造殼的原理嘛 它的殼的單位是我們講碳酸鈣結構 那碳酸鈣碳酸鈣的形成 它其實跟我們講的水質就很密切的影響 所以他們如果是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那水質沒有偏差太多 它的造殼的這個速率跟密度 其實不會偏差太多 但確實我有一個學姐 她做的是母粒的空殼率 什麼叫空殼率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它一壓就碎 而且它裡面會有泡泡跟水 那就是母粒的就是那叫什麼空殼率 那那個的情況就是真的是水很酸 變成說它在造殼的時候來不及去填 就被侵蝕掉 造殼之後被侵蝕掉 然後它就會產生這個密度很低的情況 對啊 那但是你也知道我剝落大概3000顆的母粒 我覺得他們硬度是差不多啦 還有其他問題嗎 嗯 謝謝 請問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說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 整個人工養子 有實際到那個 別外的那個 跟蝕農活動下去做 有創意到的事情 有就是 我這個部分是沒有 因為我純粹就是實驗室的數據整理 然後我做的就是我需要的樣本量 那可是在台積水市所 他們確實有做到用人工苗 然後給當地的蝕農去外海養 所以它才會回覆我說黃金牡蠣長很快 對這就是他們人工苗去野外養的結果 其實人工苗它沒有辦法在 它可以去把它副苗 但真的養還是要養在外海 因為我們講的耳料生物就是它吃的微造嘛 其實要去做這些微造 而且你看它短短那麼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把那個水質清得那麼乾淨 它吃的量是很大 然後而且它吃就會有排泄物的問題 排泄物就會產生毒性 然後反而可能會毒害鋼子裡面的這些牡蠣 所以其實大海就是一個很好的buffer 它可以把這些毒性的物質消化掉帶走 對啊 所以而且也會有源源不絕的 這些微藻跟食物 所以我們可以在室內做人工副苗 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可以提供它幼苗時期 就是前面大概三、兩個月內的食物量 那是沒有問題 但是等到它出去之後 它還是要受到外面環境的影響 其實好像也有企業在做這件事情啦 想要把它量產然後人工化 應該是還有一個問題 好 OK 緊接著嗎 再來到中午前都是 我們都是講氣象的喔 這樣子 那一個比較技術 第一個就是 我們開發著來了嘛 開啟 開啟 開啟咧 別管照外面嗎 好 等一下叫他一下 就是下一場是氣象機器人 開發一個氣象界界的裝置 那你可以用通訊軟體 詢問各個國家的天氣 那在下下場是天氣風險中資的氣象主播 那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氣象的資料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對啊 那你要看氣象主播指南前面的樣子嗎 謝謝 還覺得等一下 這是什麼 鑪 Eighth 謝謝